他們下令只有一個部隊 155旅 155旅 俄羅斯155旅的2500名 阿兵哥全監 只要你是155旅的都殺 為什麼 我不接受你投降 為什麼呢 仇很深 對 因為他們曾經把 烏克蘭的士兵抓到以後 本來斬首 而且直接拍下來 在網路上面直接這樣子弄出來 所以他們敵愷同仇 我沒有放你殺就對了 對普丁來講 但是影響性非常大 那個壓力很大的嘛 中共的這個總理李強 他到莫斯科去訪問的同時 故意的 烏克蘭的總統哲倫斯基下令 下令幾十架的攻擊自殺無人機 就直接飛到莫斯科 飛到莫斯科附近的這些地方 去轟炸他們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給中國 這個總理李強一個下馬威 不過國際焦點先來看一下 俄烏戰爭的一個最新發展 最近真的是情勢大不相同了 烏克蘭好像吃到了大力丸 打了機械 現在把戰場依往了俄羅斯 甚至進行大反攻 我跟你講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旅打進去而已 結果發現原來俄羅斯的邊 那個邊防軍這麼不耐打 這麼不堪一擊 為什麼 輕敵啦 之前其實幾天已經接到了情報說 可能要打進來 他們認為烏克蘭不堪一擊 還敢打到我們俄羅斯的土地 所以這個情報竟然沒有送到普丁那個地方 就他們打進來了以後 沒想到因為精銳都派到烏東去打烏克蘭了 反而你自己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 各位這個地方事實上就在 盧甘斯科的北邊 也就是說最北邊就對了 那麼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 因為邊界是很長 好幾千公里 所以打進去了以後 一路打 結果發現這麼好打了以後 就一路打打5公里10公里25公里 現在已經打到佔領35公里了 所以整個超過1263平方公里 打進去以後 而且還製造相關的這個 修築相關的那個相關的防禦工事 意思就是我要跌下來 這個點我要站下來 我不是打一打打帶跑打完我就跑 因為很多人說 不然你應該拍拍的看照 打完他為什麼這樣打 就是要給俄羅斯壓力 就算明年要談判 我說談判 我都已經攻打進去你俄羅斯了 所以大家要來講 我跟我跟這個換你哪裡嘛 你還給我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直打 現在已經超過10個旅以上的 烏克蘭部隊打進去了 那打進去了以後呢 其中有一個很特殊 他們其實已經俘虜快接近 一兩千名的這個俄羅斯的士兵 因為邊防軍就投降 不投降就死嘛 所以我就投降 投降了以後呢 結果烏克蘭他們下令 只有一個部隊 155旅 155旅 俄羅斯155旅呢 2500名阿兵哥全奸 只要你是155旅都殺 為什麼我不接受你投降 為什麼呢 仇很深 對 因為他們曾經把烏克蘭的士兵抓到以後 本來斬首 而且直接拍下來 在網路上面直接這樣子弄出來 所以他們敵太同仇 我不會放你殺就對了 這個旅啊 155旅 總共有2500名阿兵哥 現在都在走 現在跟國民同心一樣 招了兵把那個打 那個帕蘇招贏 你知道嗎 趕快跑趕快跑 帕蘇招贏 趕快跑 但問題是來了 有一個如果你還能跑 那還OK 現在是被圍起來 因為呢 現在有三個連外的橋樑對不對 都叫烏克蘭用海馬斯火箭彈炸掉 炸掉了以後呢 那麼炸掉怎麼辦 我就趕快這個蓋浮橋 什麼叫浮橋 浮洞的橋 因為我的資重糧草 然後我的這個等於說食物啦 彈藥要補給嘛 結果他們蓋的浮橋 又被海馬斯火箭彈給炸掉 所以從這個戰爭 我們就看到海馬斯火箭彈的重要 除此之外呢 莫斯科周邊有三座機場被無人機襲擊 這個在我們的 像三十幾年前我的特殘部隊 我們就要突擊跟伏襲 然後用這種方式呢 讓你莫斯科旁邊 他為什麼打這個地方 因為莫斯科旁邊三個機場 我都被騷擾了以後 我攻擊自殺無人機都在炸了以後 我是不是除了這個機場 要戒備之外 我連莫斯科都要戒嚴 為什麼 因為離太近了 離最近的三十八公里而已 三十八公里你飛就到了 你知道嗎 那對普丁來講 那是影響性非常大 那個壓力很大的嘛 那剛剛講的那些已經被打進去 已經有五十萬人的俄羅斯人逃離家園 這種境遇 是過去兩年多烏克蘭人的心聲 就沒想到現在俄羅斯人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第一次人家正規部隊打進去 你們還得逃亡啊 以牙還牙 包括烏克蘭的空軍 空軍現在他們的F16確實到了 然後用這個美國所製造的這個 相關的空頭炸彈來炸它 那麼最新的消息啊 北約提供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那是不是已經有幾十部的 幾十架的這個F16的戰機啊 不是提供給烏克蘭嗎 那俄羅斯用衛星跟偵察機 不斷的在查F16在哪裡 所以呢 北約現在提供大量的充氣 不是娃娃 充氣F16你知道嗎 從天看看的話呢 完全都跟充氣 一不一樣 它精細到什麼程度 不是那二次世界大戰那個 這個看起來出之爛炸 沒有 它精細到連加油孔 加油槍都有 所以讓你從天上看的話 看不出來真假 真不清楚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是好來炸嘛 炸了以後你就把 你在這邊炸的時候 真正的F16已經飛去炸了 所以呢 現在包括中共的這個總理 李強 他到莫斯科去訪問的同時 故意的 烏克蘭的總統哲倫斯基下令 下令幾十架的攻擊自殺無人機呢 就直接飛到莫斯科 飛到莫斯科附近的這些地方呢 去轟炸他們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給中國 這個總理李強一個下馬威 最近有一個案例 也是這個引發中國社會 非常大的震撼 而且顯得就是說 他們之間特權的問題 非常嚴重 這名女性她畢業於中國的 211級的大學 還算是不錯的學校 她要做公務人員 因為經濟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想當公務人員嘛 鄙視都是第一的 始終就是面試過不了關 沒關係 所有的事情都是關係 引發這個全網的討論 其實這個小女生 其實我覺得很可憐也很辛苦 你看她現在 每年1179萬的大學生畢業 這個畢業出來以後你要找工作 照道理如果211的學校 其實在中國應該算是排名在前面 除了軍校以外一百一十二千 一百一十二名 應該算是相當好的一個資歷喔 那你說她考試 你剛才講到考第一名 真的就是考了好幾次都第一名 可是奇怪面試就是不過 所以她自己就跑到西安去找工作 就租房子跟家裡借了一萬塊 四月二十號最後一次跟家人聯絡 就是為了借錢 因為找不到工作那怎麼辦 繼續找啊 你知道她每一餐 都控制花在五塊人民幣 這個聽到如果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大概很難接受 然後到了五月二十號 因為她都一直沒有出門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破門進去後發現 其實這一段時間 她自己一個人 也沒有跟任何人聯絡 你看有多孤單啊 就然後她怎麼走的 就真的是因為餓 飢餓 所以你看看有多嚴重 那很奇怪對不對 你第一名為什麼面試都不過 你第一次不過 你可以告訴她面試有什麼原因 你要補強什麼嘛 西安這個也是一個年輕人 二十四歲的一個研究生 最後走的時候 大家發現她只有二十二元的身家 這個直接在網路上 你看二零二三年 所以這樣的事情不是存在 現在而已 是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很長一段時間 這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八號 各位看這網路上有 也不是我們隨便亂編的一個故事 甚至他的名字叫牛中男 而且你看他寫這段話 我唸一下 他說無論前方有多少困難 我都不會放棄 是 你不覺得很心酸嗎 就幫自己打氣 那為什麼我要講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件事 原因是 你剛才在講特權特權 特權到誇張到什麼程度 誇張到什麼程度 好你注意看喔 這畢業了211嘛 對不對 面試考試也第一名 就是找不到工作 這個厲害了 這個小朋友是天才 為什麼 從小智商過人 而且學習能力超強 因為他七歲就考上警校了 這個很不簡單 在中國就是有這種奇蹟的例子 而且十歲就開始當公安了 怎麼可能 非常的勵志 非常的勵志 但問題是這根本就狗屁 所以你沒有成年可以當公務員嗎 是啊 不行嘛 他爸爸是誰 對不對 當然這就是一個河南警官邱海珊 對不對 他的女兒嘛 簡單來講 他就建黨的時候 就先把女兒的資料建黨進去了 太離譜了吧 圖個人的便利 這比較離譜還是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基本上我覺得是都蠻離譜的 但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說有太多的漏洞 然後我再講一個 這一位 當然你現在看資料滿正常的 一九八十年已經四十幾歲了 這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他現在在做這個副縣長 可是實際上在之前 他的資歷裡面 既然十六歲就進了公務單位了 所以你會發現 你是大學還沒畢業 就有大學還沒畢業 這樣的履歷了 其實基本上未成年是 你沒有滿十八歲是不可能的嘛 他有他法規上面的規定 可是你就理解說法規的規定 是規定給誰 沒有特權的一般人 甚至還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他要考研究所 然後他爸爸跟他說 沒關係你就去考 在考試之前 教授已經被約來吃飯了 考試放榜的時候 筆試沒過 當天筆試沒過 所以他沒有接到通知 他爸爸說不用擔心 隔幾天電話響了 對方通知他說 你錄取了 你要來面試 不是十二號放榜嗎 誰規定十二號放榜的 我們也可以十三號再放榜一次 然後他就去面試了 面試就這樣就過了 所以你說有沒有實力 有沒有差 再來 但是實際上我們去看 大部分在中國年輕人的現況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一個影片 就在深圳 他就是在橋洞裡面 你看到非常多的年輕人 就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露天的場所 你看一堆人在那邊 他不是在等車要坐車返鄉 不是 找不到工作 不知道怎麼回去 然後呢 這可不是個案吧 謝承諺 這個我們數一下 這麼多人躺在這邊 你不要講 我數一下 至少超過三個有吧 不只了 這個非常非常多的人 而且甚至這些年輕人 你看到他的表情非常的茫然 你在拍他們的時候 他們也很無助 甚至找不到工作 然後呢 他們一群人在這邊 平常做什麼 撿破爛 年輕人 他已經對未來失去了希望 大量的失業潮 即便警察到那邊去趕 去趕也沒有用 因為他確實無家可歸 這樣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你說中國的年輕人 到底該怎麼辦